一家子各个各的 人心岂不散了 我就这样脾气了 不能做事不管 四奶奶 等一等 二位嫂子怎么了 才让大家伙伤了投银子 你怎么还先走了 对啊 那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你竟不动心吗 我就想去看看 洗面做好没有 再说 我也没有多余的银子投啊 不对 你八成是看出什么不妥 所以才不愿意投的 不然以你的精明 是不可能放过 这么好的机会的 横述我都随少春 你投我就投 咱们可是轴厉 你不能看着 我们往火坑里跳啊 这会儿就给句准话 其实我猜 三姐是遇上难处了 不会吧 我才刚留意了 三姐身上手势虽多 却不是眼下实心的 瞧着倒像是 多年前的老物件 还有一点醉酒我不明白 她跟前的丫头 连她虽然喝什么茶 都不知道 你们奶奶是喜欢喝龙井 还是毛尖 还是茉莉花茶 喝毛尖 平日我在府里喝惯了 可见不是府里老人 像临时拉来凑数的 三姐姐竟干这样的音声 骗情骗到娘家来了 不过这些都是我的揣测 究竟如何还不知道 兴许是我想多了呢 总之你们若是要投钱 少投些为啬 这可是个难题啊 若不投 错过了赚钱的机会 倒可惜 若是投了 血本不归 可怎么办啊 我有个办法试试它 又给你 穷着 也试着 就算是寻常家子 也不可能磕待吓人 这残根冷饭 都择了好几天了 吃起来还跟没吃过似的 这其中必定油渣 这钱我不投了 那我也不投了 不疼归不疼 咱们也里问我三姐 有什么难处吧 护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她坑钱都坑到自己娘家来了 不管她做什么 我还有大一个孩子要管 也没有那么多心思了 行了 走了 让人扫兴 白狂狂行程 那我去跟梅姨娘说一声 让她也不要动 生这么一切 走了 真好笑 你可知道三姐姐是个怎样的人 三姐姐 我们虽是一母同胞 但我对她知之甚少 她出嫁的时候我也还小 只知道是个要强的性子 半分不可罗人厚 同兄弟姊妹也处得很平常 只有三哥跟她亲近 她从小宠了三哥呢 好 眼下三姐姐怕事遇上难处了 咱们要不要帮梦她 我知道你是好心 但三姐姐性格如此 你要是插手她的事 她只会愿你接她的伤疤 到最后 你不是吃力不当好吗 又在琢磨什么呢 我在想三哥平时虽有手好闲 但绝不会偷钱 那每月的月曆够她吃喝玩乐了 要说做买卖那是好事 大可从宫中直取 何必偷偷摸摸 拿自己媳妇的钱 孙明是不想让人知道钱的去处 勇意拿回来腾涩 好了 别想了 这种事毕竟不光彩 刨根问题也不好 回去吧 不然给你备了俗老 不行 一家子各个各的 人心岂不散了 我就这样脾气了 不能做事不管你 好 那你说怎么办 我有办法 拜拜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看看 永中 三姐姐 给太太请安 三姐今儿来得真早 头发都给您梳好了 少春 我这心里面有点担心 怎么了 太太 我刚才乔宁友荣 手臂上有瘀伤 我问她 她说她自己不小心碰的 可是我乔宁伤 可不像是碰的 像是被打的 你帮我想个法子问她 出什么事了 三姐的性子 太太比我更清楚 就算问了她也不会说的 这可怎么办呢 你三姐姐命很苦 我生她是难产 恰巧那时候老爷官徒不顺 算命地说她方父母 所以家里上上下下都不待见她 后来她急急 老爷就跟她一位同僚 定下了这门亲事 谁承想这个亲家骤然离失 方家就嫁到中落了 可她毕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别人不疼她 我疼她 如今老爷不管 我也束手无策 少春 你要帮我想个法子 想个法子问问她 到底怎么回事才好啊 有容啊 多吃点 谢谢娘 不知道三姐姐何时回去 到时候我们也好准备 一些礼物送给你 三姐上回不是说了吗 十天真的要把钱投出去 家是第七天了 再加上赶路耗时 十天就快到了 三姐姐这是怎么了 难不成是码头停运了 亏得我没把钱投出去 不然真回不来了 原来是真的 谁说码头停运了 我这是回了娘家欢喜 一时忘了时间 等吃完这顿饭我就要回去了 着什么急呀 这不还有姑爷吗 再说了 你难得回来 咱们一家人团聚更重要 不着急 我这也想多陪陪母亲 可是这外头生意实在是撂不下 等我这赚了钱 我就给大家和娘都买礼物 我吃饱了 先回去了 有容 少春 你明明知道有容有难处 你还如此逼迫她 我是让你打听她手臂上的 瘀伤怎么回事 又没让你赶她走 你如今是不得了了 我这个婆婆 静也不在你眼里 我吃饱了 太太 还是我们四奶奶最厉害 厉害 什么厉害啊 这三姑奶奶要是再不走 谁知道会想出什么 捞钱的风来 亏得我们四奶奶聪明 早早把她撵走了 咱们大家也省心 是是是 少春一直都很聪明 对吧 拜托的留言 你可听见了 回来了 你怎么还有心思看账本呢 我自然是听见了 你一个大男人 管我们女人的事做什么 我也不是要管 你能站住脚跟 能当家做主 自然是好的 只是我怕太太不高兴 听说吃饭的时候 你也让太太生气了 放心吧 太太这回自愿我 回头一定能明白我的苦心 太太 太太 你怎么才来啊 我来给太太揭晓谜点 来 三姐姐 三姐姐 不是 你认错了 姐姐这是何必呢 来 你把包袱先给我 好 三姐 咱们是一家人 不然自家人都瞒着 还有谁能替姐姐分忧呢 我当姑娘的时候 我当姑娘的时候 家里人就不待见我 不能跟谁说去 别人家的少奶奶 个个都胡弩隐蔽的 只有我 两手空空会加大秋风 只要是让老爷看见了 只怕我愈发救不起我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三姐别急 这件事交给我 其实我们搬回京城 也有一段日子了 只要不是眼看家里 接不开过 我也不能瞒着家庭 回来求父亲母亲 可是当娘 我又找不开嘴了 参见方宽心 我既然知道了这事 便不会袖手旁观的 你 你